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閱讀對我個人來講 其實我們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談 一個是我們個人的部分 那我們個人有時候是為了了解 但有時候只是為了情緒上的一些調控 讓我們能夠去欣賞生活 但其實整個閱讀來講 其實對於整個文化傳承也有非常大的意義 對於心理學家來講 我們習慣是一個化約論者 我們習慣把一個大的東西分成幾個不同的成分 因為它可能會有不一樣的運作的方式 從閱讀的觀點來講 我們至少有一個概念叫做閱讀的簡單觀念 它會是把我們的閱讀能力分成口語理解能力 以及什麼東西呢 知識辨識能力 各位注意這中間是一個稱號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發現到有些人 可能這邊口語能力接近於一 但是它私字有問題這邊接近於零 它最後其實還是會有閱讀上的問題 整個閱讀發展就我來講 如果你要用簡單的一句話來去整個描述它的話 就是我們一定是先口語做發展 零到六歲的小朋友其實已經具備了非常完整的語言結構 表達以及理解能力的這個情況 然後到了助學之後我們開始去學習四字詞 等到到了一定年齡之後呢 我們會講說我們其實會依靠我們本來有的知識架構 去吸納知識 去做知識結構的調整 在這裡面呢 特別要強調在學習前口語訓練的這個重要性 那這個是Hard跟Rissy他們在很早以前的這個paper 他們做什麼樣的事情呢 他們基本上是到人家家裡面 每個禮拜去錄一個小時的錄音 看父母親照顧者就是跟小朋友的互動是什麼樣的情形 把它錄下來 然後去計算一些的這個對話的這個內容 那他們做了兩年多 所以追蹤追蹤到小朋友到三歲的這個時候 然後他們做了一切的推顧 他們推顧大概到了四歲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到 如果你是一個接受補助家庭 就是你把它想成是中低收入的小朋友好了 中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 以及高射近背景的小朋友 他們在口語的接觸上 差異可以到達三千萬個詞 除了這樣之外呢 你可以去看到小朋友他們之間的口語的這個能力上 你也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有分化來 也就是說 你接收到多少的詞彙 以及接收到這些詞彙的複雜程度 句子的複雜程度 以及接收到多少詞彙 其實非常重要的去影響到小朋友口語能力的發展 那這樣口語能力的發展 當然會影響到他後來閱讀能力的發展 這個我要特別提一下 我們最近在宜蘭 自己一個計畫 這個其實上是從美國發展出來 叫Real and Read 我們簡稱ROR 基本上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跟兒科醫師合作 那因為小朋友生下來 你就要去醫院 對不對 一定要打一些疫苗 做一些基本的檢查 那個兒科醫院就拜託護士去做一些簡單的公共衛生的宣導 然後給你一本書 那就簡單的教父母親怎麼樣去跟小朋友去做對話 我們這個計畫其實上是從六個月大 開始希望能夠run到三歲的這個情況 那在閱讀裡面呢 我們會談到閱讀的發展階段 那一個簡單的階段發展是切到小四的情況 小三以前我們把它叫做學著去閱讀 也就是說你本來已經具備了非常非常豐富的口語詞彙 這時候你主要在學閱讀的過程當中 你是在學這個字怎樣讀 讀出來之後它就可以跟你大腦裡面原先有的口語詞彙去做結合 等到了四年級以後呢 其實你該具備的基本四字詞的能力大概都已經有了 這時候呢 其實你是靠著閱讀 去重新建構你自己的知識 一個小朋友大概二年級的時候可以認識到一千兩百個中文字 四年級的時候可以認識到兩千六百個中文字 那這個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第一件事情 我們有很多字其實上是老師沒有教 但小朋友自己就會的 第二件事情 假設你認識到一千兩百個字的話 你去看所有的報章雜誌 包括科學人 基本上應該有百分之九十的字 是在這個一千兩百個高頻字裡面 但假設你可以認識到兩千六百個字的話 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字你都認識了 那這時候你當然對於那些不認識的字 你就可以靠著上下文去做推論 那去大概知道說這個字的意義是什麼樣的這個情況 但是呢 我們會發現到有一千的小朋友 其實就在這樣的一個關卡上出了問題 我們大概會講的這群小朋友叫做讀寫障礙 讀寫障礙我們把它限定在是字的面出的正確性 就是他讀不出來的字 或者說他即使能夠讀出來的字 但他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 我們現在實驗室的資料告訴我們說 如果一個小朋友在二年級下學期 假設在一篇文章裡面所有字 他幾乎都認識的情況下 他沒有辦法讀到一百二十個字 每分鐘你用碼錶量就可以量 那他閱讀理解一定會產生困難 那這個是我們知道的這個事情 那另外呢 有些小朋友是他自能夠讀 但是問題是他寫字就有困難 過來呢 是閱讀障礙 這個除了我們剛剛在講的讀寫障礙之外 還包括了他可能自己的認識 但是他就是有理解上的困難 再往上的叫做學習障礙 你可能會覺得智力發展障礙的 百分比是最高的 但對不起 他還排名第二 最高的實際上是學習障礙 在美國裡面也是一樣 他們在講學習障礙的時候 大概佔了40% 也是我剛剛講的百分比 那台灣這個地方是佔了37.4% 這個都是在整個特殊教育族群裡面 是最多的 你讀的越多 你大概你的知識 能夠去做比較好的這個建構 那你可以發展到 比較好的閱讀能力的這個情況 但我其實要談兩個 基本上我們在閱讀上看到的現象 一個叫做四年級掉落群 另外一個叫做 暑期閱讀能力掉落現象 什麼叫四年級掉落群 這個是一群研究者 他們追蹤一群小朋友 追蹤他們的發展 譬如說從一年級追蹤到五年級 那會發現到有一些小朋友 在二年級 三年級的時候 他的成績跟一般小朋友一樣 那到四年級的時候就突然 他的成長速度變緩慢 那暑期閱讀掉落群 這是什麼樣的那個現象 就是很簡單的去測 小朋友二年級下學期 學期結束的時候 你給他考個四 等到三上的時候 再給他考個四 兩個把他做等化的這個測驗 你會發現成績會掉下來 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 這個是基本的現象 但你要去問他原因的時候 不少的研究都告訴你 他的結論跟什麼東西呢 跟社經地位有關 其實在學期當中 社經地位好的跟社經地位 小朋友的那個差距 其實沒有那麼大 但是到了寒暑假 那個落差會越來越大 那這邊談的是什麼東西呢 社經地位 但坦白講你真的要突破它 如果你是一個 社經地位不是那麼好的情況下 你是不是還能夠提供 比較多的書籍 比較提供多的書籍的接觸 是不是能夠突破呢 我想這個才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觀點 謝謝��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